尼泰南达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泰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在前一段时间,开拉萨国度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大投票 所有的修行印度教的人都有这个资格来投票 这个投票的内容就是 荤食到底在印度教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 我们是可以,第一个选项就是我们是可以经常吃荤食吗 或者第二个选项只有在祭祀的时候 或者第三个选项完全杜绝 这个是所有的修行印度教的同修都有资格可以去做的决定 去参与到这个决定吧 投出你的宝贵的一票 所以我也在这儿呢,呼吁所有的同修呢 能够积极的加入到这个投票当中 当然在这个投票的过程当中呢 你也要知道自己的这一票的历史性的意义 你要对自己这一票负全责 也就是说你在了解了真正的饮食和荤食 素食对人类生活 我们健康还有灵性发展的所有这些真正的意义和背景之后呢 再投出你的这一票 大师在他的教学中已经跟我们很多次讲过 吃荤食对身体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这就是毒药 它就是自杀的一个行为 所以呢 也希望所有同修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师的教学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投出你呢负责任的这一票 感谢大家 你点亮灯 好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